欸 淨淡了沒 我是希希 我是查維斯 我是凱莉 我是莉茶 歡迎收聽 欸 淨淡了沒 哈囉 每次的開頭都好尷尬 但我們今天超擁擠欸 對 我們今天非常擁擠 跟進口嗨 嗨 我們見了一個特別來賓 是我大學學姐 那她是一個 讓我覺得非常特別的人 然後還有很多很不可思議的經歷 是我覺得我這一輩子都做不到 畢竟我有很嚴重的公主病 所以 而且很宅 對 我很宅 而且要喝星巴克 好 讓我們歡迎Kiki 耶 嗨 大家好 我是Kiki 欸 那 CZ 你第一次看到Kiki是什麼時候啊 是在大學某一堂課 然後我們老師請她來回來演講 就回來分享 然後她就分享了她那時候 大四的時候 她好像用了十萬塊 然後到歐洲去旅行八個月的一個經歷 欸 連在台北都沒有辦法欸 對啊 十萬八個月很扯 台北也不行欸 台北 就去台南也不行吧 住台南也沒辦法 對啊 就要吃得很省 如果在台南 如果在嘉義有我住家裡的話應該可以 你說等一下前提是住家裡嗎 超廢的哪一種 住家裡當然可以啊 現在是不能住家裡啊 超廢 而且我光在想像我要戴衣服那怎麼辦 行李 然後化妝 然後保養品 就開始 Oh my God 怎麼可能 妳是這個時候公主才會這樣想 對啊 而且有時候想要吃個豐盛的找午餐 然後就 可是就會破費 哦天啊好痛苦 太厲害了 那我那個弄頭髮那個東西很重 好了 妳們先公主冷靜一點 但Kiki那時候是大四的時候去 妳是去哪裡啊 呃我是先從中國開始 然後去蒙古俄羅斯 然後再一路往歐洲走 然後之後中東再回來 所以整個地球的那個陸地就是這樣 被它貫穿過去 是一個思路的概念 對啊 你走思路欸 天啊 但我不是走思路那一條 我是有點路線不一樣這樣 那妳為什麼大四的時候會突然覺得 就是要衝這一發 哦 應該說我在國中的時候就已經 有這樣的念頭 因為那時候我就是會發了很多 那個背包客的Vlog 然後我就覺得說 哦之後有機會我一定要這樣也走一趟 對然後那時候其實是剛好 我跟某任男朋友分手啊 然後想說不想就在台灣 所以我就離開了 哦 OK 所以這個離開很久耶 對啊 對因為那時候其實主要我就買一張單程機票 然後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 然後就想說花光錢再回來 然後我就 對 可是我有一個疑問 那妳那時候去之前 妳就想說妳要10萬塊玩這 嗯沒有 我就是一筆一流 一筆錢就是打工或是獎學金的錢 然後想說就是這個錢 我就是花到差不多 我就覺得要回來了 所以就大概可能十幾萬這樣子 哇 所以妳是拿著這筆錢已經歸 就是有規劃 說我要先到哪一站 帶到哪一站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我就覺得說好有這筆錢 然後我先買一張機票 然後確定說好第一站我要先去中國 然後可能之後蒙古俄羅斯 然後再進歐洲 然後之後就不知道了 所以妳都是想到要去哪一站 不是說哦好我要去法國 妳才開始找旅館 然後再訂嗎 沒有因為我的方式比較不一樣是 我是用那個沙發重浪 我不知道妳有沒有聽過 對不對 所以就是妳就是 假設說我明天要去台中 我現在人在台北 然後我就想說明天要去台中 那我可能前三天 或是說可能預留個前幾天 然後就趕快寄那個request 給那邊的屋主說我要去 然後可不可以接待我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會免費接待我 然後可是又卡到 因為我交通我也不是搭車 我是搭便車 所以我就必須要抓那個路線 譬如說我今天有沒有辦法到台中 如果可以的話 我就必須要提前幾天 可能就先找那個地方的屋主 對 那問他可不可以來載妳這也是 不是就是我要自己想辦法到他家 妳要自己想辦法 對 所以我就要研究那個地圖要怎麼走 搭便車是妳給妳自己一個承諾 就必須要搭便車嗎 還是妳是想省錢 應該說就是省錢是一個原因 第二個是我覺得可以更深入知道 他們的人在想什麼 那我有疑問妳怎麼搭便車 就是妳必須要寫寫那個妳要去哪邊 然後寫在一個紙板上 然後妳必須要走到就是高速公路附近 因為妳在市中心沒有人會站妳 就想想看妳在101時要站妳 所以妳一定要走到可能接近交流道的地方 所以妳就要可能走大概四五公里左右 走到交流道附近 然後就搭 妳要搭對方向 因為有時候妳北上南下搭錯 我就會完全反方向 對 所以妳就走到交流道附近 然後舉這個牌子 Oh my God 然後大家就會停下來說 喔可能喔我要去新竹 可是妳要去台中 那這樣妳要再換車 我就說喔沒關係 那不然我等下一班 對 哇這很 我覺得這很屌欸 那妳都是寫英文嗎 還是妳每到一個國家都要改的語言 就寫當地的語言 哇塞 那妳怎麼會 喔應該說歐洲大部分都是用拉丁字母啦 還可以 但是我覺得遇到比較棘手的是 那時候我去中東的時候 他們是波斯文 然後我就覺得超難寫 然後我就會請我的舞主幫我寫號 我再直接去搭便車 欸那妳等車會等很久嗎 顏利的話有時候五分鐘就有 但是有時候等超久 就是四五個小時都沒有人要載我 那有沒有就是有人他願意載妳了 可是妳覺得他長得很不舒服 妳會上去嗎 有有有有遇過就是 我就看起來他就忍怪怪 然後我就說喔謝謝謝謝 然後我就掰掰這樣 天啊好可怕喔 妳說他有沒有要載妳 可是妳又突然妳看到他 我看到他就覺得這個人有點怪 然後我就拒絕他了 哇這很難拒絕 對啊因為大家習慣妳 就會有那個第六感 就看到這個人是好的還是壞的 對對對 哇 所以這樣聽起來是新竹台狀很簡單 可是要把地點換成莫斯科 我覺得超難 然後到波蘭首都 我覺得連在台灣都有點小淚了 我台灣我也不敢 對啊更能放得到國外 這好強 那妳爸媽知道妳這樣做嗎 喔知道啊知道 他們沒有瘋掉嗎 他們一開始單位就說 蛤那麼單 就是很危險啊 為什麼不花錢 就是搭車住宿就好啦 但我覺得就蠻新鮮的 而且好人還是很多 喔是沒錯 欸這衝擊我三觀 我從大安到木招 我都不敢這樣做 超廢欸 搭捷雨難不及 不是啦可是妳在做這個行為之前 妳沒有想說會不會 應該說妳一開始就覺得好人很多 還是妳就是 開始成功了這樣一趟旅行 才覺得好人很多 應該是說 當初就是有看人家分享說 其實就是大部分的人還是很友善的 然後之後我這樣搭 搭完之後我的心就覺得說 好像真的是好人比較多 壞人 其實沒有想像中這麼的危險啦 但當然有時候還是會遇到一些 比較奇怪的人 然後妳就要裝得很鎮定 因為那種奇怪的人 就是他可能有一些心理變態 然後看妳越緊張他就越開心 所以那時候我就遇到就是 那時候我是好像在法國吧 我就是要往 假設說我是要往南邊 然後他就是往西邊走 然後西邊是他家的方向 繞路這樣 他就說妳先來我家做做 我就說不要不要 我現在要趕車我不要去妳家 因為是一個男生 我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他就很堅持一定要帶我去他家 然後我就很不爽 我就很生氣 我就直接在行程中 我就把車門打開 然後他就嚇到 他就說好了好了 我載妳回去 我就說嗯好 哇這很勇敢 所以妳就比他更瘋 所以妳就比他更瘋 妳一定要比他更勇敢更瘋 不然他一定就是覺得很開心 對他才想要欺負妳 天啊好可怕喔 欸我沒種欸 你這麼大一隻欸 我知道我們來哪個特別企劃 我們就從 就是環島一圈 然後我們都會用這種方式 看什麼機會 可是在台灣 就至少妳是還可以溝通的 如果在國外 真的 好啊那不然疫情結束 所以我們就到一個我們語言不同的地 而且我們又是亞洲 雖然這樣講 但種族我覺得多少還是有一點 會會 歐洲會有一點 歐洲會有一點 對 但因為我之後又去了中南美洲 我去年去 對然後 前幾個月回來 然後我覺得中南美洲 到沒有這麼歧視 喔真的 對可是中南美洲 都沒有很適合搭便車 因為有毒銷啊 什麼強制氾濫毒品 妳有試過嗎 在那邊還是完全沒有 那邊妳就搭 我有試過 那遇到什麼奇怪事 欸沒有我覺得中南美洲 大便車反而還比歐洲安全欸 蛤是嗎 就沒有遇到什麼怪人 那歐洲遇到怪人就蠻多的 天啊 那個怪人像是什麼怪法 就是一些 就是想要幹嘛 模擬啊 想要帶妳去他家 或是想要做什麼 進一步的事情的那種 對 那妳要怎麼阻止他 吼他嗎 就是兇他 然後很堅持這樣 然後要不然我就是直接下車 我也可以滾下車沒關係的那種 就是我一定要保住自己的命 對 那在妳的人 通常是男生居度還是女生居度 對 在我的男生居度 男生居度 對 但基本上我會挑那種可能是 就是女生車主 或是有家 家庭出遊的那一種 嗯 車上很多人 對 或是說是卡車司機也很安全 因為卡車司機他們是身上 他們車上一定有GPS 因為他們在工作中 所以公司會定位他們 然後他們好像有一定說 你今天一定要開到哪邊 對 所以會比較安全 真的假的 欸這個很厲害 今天一定要開到哪邊 就是一個新的那個知識欸 那我到林口我就隨便找一個 卡車司機 對卡車司機我們就上他車 某某貨運這樣 對 那就是默默省下很多車費這樣 哈哈哈哈 回去趕快寫一張牌子 哈哈哈哈 台北到林口 你要寫英文 你要假裝自己是ABC 對 林口 對 Thank you so much 那你可以就是簡述一下你從哪邊開始 然後從哪邊回來嗎 就整趟旅程 好 我一開始是先就是買一張票 然後到了上海 然後中國玩了一下之後 我就搭車往那個蒙古走 然後蒙古最後又往俄羅斯 之後俄羅斯又搭那個西伯利亞大鐵路 對從東邊搭到西邊 然後西邊之後最後進入了那個波羅的海三小國嗎 三小國之後慢慢往南往南 然後到了巴爾幹半島 就是我們說什麼克羅來西亞那些小國家 然後最後去了就是西歐比較大的國家 就是普遍我們聽到德國法國西班牙這些國家 然後中間有去了英國 然後最後就是在歐洲亂鬧亂鬧 然後最後又到了中東 然後去伊朗 然後再回台灣 對 好累的一個旅程喔 欸你真的體力很好欸 這真的是環遊世界了欸 對啊 好像是什麼戰爭的那種就是 出征那種感覺嗎 從俄羅斯到波羅的海到哪裡 就被派去各地打仗那種感覺 欸那你整趟行程這樣幾天啊 就是 大概八個多月吧 好久喔 哇靠 所以你要去什麼國家其實 並不是一開始就先排好 沒有沒有 就是大概看哪一周 看哪一周這樣 所以你出發前 你怎麼跟你爸媽溝通說你要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就排一個大概的行程表給他 然後就說喔可是我會變動喔 然後他們就好啦好啦知道了 他們就也不管你欸 他們當然還是很擔心他們阻止不了我 因為我是自己花自己的錢 喔對啦也是 欸但是你在這八個月的行程之前 你有過這麼長時間待在國外的經驗嗎 欸沒有欸就是第一次 欸可是你每到一個地點 你等於就要再想下個地方的行程 或是你每天的行程 對吧 對對有時候其實到最後會很膩 因為覺得覺得看的東西都一樣 就歐洲都長很一樣 就是教堂啊什麼 就是超無聊的 我真的覺得歐洲超無聊 就是教堂跟博物館 欸我懂我懂 因為我之前在歐洲也是這種感覺 然後看起來都一樣 沒什麼特別的 對 那你覺得最有趣在哪裡 歐洲我會蠻喜歡是爸跟半島那些小國家 因為他們的人其實很友善 然後因為普遍比較不會有這麼多亞洲人去那邊觀光 然後他們物價又很便宜 對因為他們薪水沒有那麼高嘛 然後就物價很便宜 然後搭便室超好搭 所以我超喜歡 喔就很方便 應該沒有那麼觀光感這樣是不是 對可是他們就是 其實自然風景還是蠻美的 嗯對 哇塞 但是你說在歐洲遇到的就是 種族歧視會大概發生像類似什麼那樣子的事情 可能就是有些人看到你是那個亞洲人 然後就喔不想要載你這樣 喔好嚴重喔 甚至我本來要停下來了 可能看一下然後就 或是有些人會 我不太確定是因為我的膚色關係還是說 他們不喜歡就是在搭便室人 然後他們就有時候會有一些可能比中指啊 或是說就巴尼亞的那種狀況 喔OK 天啊 那你遇到覺得最感動的事情是什麼 最感動嗎 呃我想說是那時候我去伊朗的時候 然後伊朗就是一個很神奇的國家 因為普遍我們媒體會抹黑它嘛 然後那個國家的人其實都覺得說 就是大家都抹黑我們 但我們其實很友善什麼 我們根本就不是恐怖分子這樣 所以他們看到外國人很開心 然後那時候我基本上就是 每一次搭便車就是一分鐘就有人載我 可能第一台車就有人載我那種 對然後那時候我也是要去一個觀光景點 那天我是想要去兩個 然後我就搭到一台類似一個小貨車司機 然後就說喔可是我沒有要去那兩個觀光景點 還是說前面那台是我朋友的車 你可以搭他們的車去 他們剛好要去 然後我想說 怎麼剛好前面那台車就是你朋友啊 就是這麼巧 結果剛好他就停下來車 然後就叫他朋友也停 然後我就跟他們朋友去玩了玩完 結果就那天就一次完成兩個願望 就是他們朋友剛好要去那兩個景點 然後玩完之後那個卡車司機就打給我說 他說欸就是你要不要晚上來我們家吃飯啊 媽媽有煮飯這樣 然後我就說好好啊 可是其實那天晚上就是我還有 沙發上的屋主要回他們家 對然後我就跟我屋主講說 我今天會有點晚到不好意思 然後我就去那個卡車司機家吃飯了 然後吃完飯之後他就說 欸要不要你今天晚上睡我妹妹家 然後我想說 嗯這樣好意思嗎 好像有點不好意思 對 這也太熱情了吧 天啊 對那他們就是很很很要 就是就就讓你熱情到覺得很難拒絕他們 然後我就說好吧 那我跟我的屋主講一下 說我今天不回去了不好意思 對因為他們人真的超熱情很難拒絕 然後我就那一天晚上 我就真的是住進他妹妹家 然後他們全家人就是很大家族 就是有什麼叔叔阿姨阿嬤那種 就是超大家族 然後就整個熱情招待我 然後還讓我睡就是 因為他們 呃伊朗他們習慣是睡地毯 就是波斯坦超有名的 所以他們基本上他們就說睡在地毯上 然後他們全家很大的房子只有一張床 然後我就說欸那我就睡地毯就好啊 沒有差 他們說不行你是客人你一定要睡床 然後我就說天啊全家十幾二十個人 全部人睡地板 只有我一個人睡床欸 你就睡個超大的床 對就只有我一個人睡在床上 然後全部人睡地板 然後我就天啊就是受床弱金 這個太怪了吧 他們就很習慣 他們是全國人民被政府買通說 看到觀光客一定要熱情招待 這是一個邦教的概念 當然要宣傳伊朗超帥 不是吧 這完全是民族性本身很熱情吧 對反正就很誇張 然後那時候他們說欸你要不要洗澡 然後因為我其實有時候就沒辦法每天洗澡 對因為旅行嘛 然後就很就很髒啊又像乞丐的感覺 然後他們就讓我洗的超超舒服的熱水澡 我真是超感動 因為要洗到熱水澡真的很難 對 在伊朗很難是不是 就是應該說很多國家熱水不是像台灣那麼穩定 然後有可能有缺水的狀況 甚至是你根本沒有睡 對 所以就是那天我就洗了超舒服的熱水澡 然後他們還幫我洗衣服 隔天還幫我折好 直接折好放在我床頭旁邊 是免費的Hotel欸 對那整個就超級感動 天啊就很不想離開 那他有問你說你要不要什麼 毛巾要不要換啊 有有有都有問都有問 他有問你要不要嫁給他兒子之類的嗎 是沒有他們小朋友都很小 為什麼 可是我有個不理解的地方 他常常款待這些背包客嗎 應該說伊朗他們看到外國人會非常熱情招待 甚至是他可能就是請你進他們家喝茶 喝完再離開 就是他們一種文化 因為他們喜歡喝茶 是 可是這個是都市就這樣子嗎 沒有就是任何地方都是這樣 就所有地方 所以我今天如果到伊朗他們就請我喝茶了嗎 他們一定會邀請你來我們家喝茶 而且他們會很想要跟你拍照 我一天大概會遇到六組人要跟我拍照 就把你當可愛動物區這樣 對對對 他們就覺得遇到明星那種感覺 你很難想像 我們一開始去也超不習慣 走去伊朗快點 我們一起 我們四個一起 去伊朗 看誰先被請車查 誰就贏 什麼 無故我們疫情結束再去也是這個狀況嗎 是吧 是吧 因為我遇到很多背包客也說 就是他們遇到也是這樣的狀況 伊朗人真的 好走 impossible 走了嗎 走了嗎 我已經筆記了兩個地方 波羅的海三小國跟伊朗 對這兩個地方 然後誰先被先請喝茶跟洗熱水澡 還要洗衣服 誰一直都沒被款待就自己回台灣 就自己回台灣 你不適合背包客 沒有人要理你 但是剛才講了這麼多 就是感動的故事 應該也有很辛苦的部分吧 有哪些是 你離開台灣之後 然後在這八個月內 覺得最不舒服的事情 沒有辦法洗澡嗎還是什麼 就 除了沒辦法洗澡之外 應該說 他們有些地方可能 就是民生基礎建設 就不是這麼完善嘛 那我覺得歐洲到還好 可是我到中南美洲的時候 就是有很 很大的 就是摩擦是 有時候他們路 甚至是可能就是泥巴路啊 然後你可能 明就是台北到桃園的距離 但你卻要開三個小時 對 然後 你會覺得說 在台灣真的很幸福 因為我那時候在 波利維亞的時候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說 那邊的小朋友 真的是小朋友帶小朋友 就是可能五歲姐姐 要背一個兩歲的小孩 小孩 然後在那邊 路邊販售東西 然後就會覺得說 天啊台灣感覺就不會有這種東西 有這種事情發生 對 然後 還有各種的狀況都不能比吧 譬如說 我們可能現在就是人手一機 可能iPhone啊 智慧型手機 但那邊甚至是可能就是沒有手機 或是有些地方是用按電視手機 或是有些地方根本就沒有網路 對 因為很難想像是這個地方 就是 你應該是同時代的人 可是他們卻跟你過著不一樣的生活 對 就有點衝擊啦 中南美洲是你這一次再去的 對對對 這一次再去的 那你這一次再去也是以沙發沖浪為主 對對 都是沙發沖浪 那你去多久 中南美洲 去了一年多 哇 更久 所以才剛回來嗎 對 七月份回來 哇一年多 然後在中南美 你是整個 欸 是只有中南美嗎 還是下面的 就是從墨西哥以南這樣 那你這樣總共去了多少個國家 欸 沒有算欸 大概有十多個吧 哇 那你到後面有覺得都長很像嗎 欸 我覺得中南美比較有趣 因為它每個地方都 因為它的國土很大 每個地方的國家都面積很大 所以它有的自然風景都不一樣 而且它們人種又很多很複雜 不像歐洲 所以玩法跟歐洲一樣 這次也是沙發衝浪 搭便車 搭便車就是看國家 安全的地方可以搭 那語言呢 就是西班牙文 你會講西文 就一點點 我出國城 我先學一下 哇塞 但你有去巴西 就普文 普文完全不行 我就是用西文跟他對話 然後他用普文回我 所以就自動要講 只是音調聽起來很像 對對對 所以你是不是大四 去完八個月 然後後來就愛上這樣子 就應該是我那時候 其實原本是要繼續去中南美洲 但是就卡到感覺錢快花光了 對 然後那時候又要回來趕畢業 有一些事情要處理 所以想說那先回來畢業 然後工作存個錢再出去一次 哇 所以這是還沒有工作之前 就已經環遊世界了 哇塞 那你這樣一年多花了多少錢 我這一次去中南美花了比較多 大概二十出頭 那還是滿傻 那一年多花二十出頭 他歐洲那也算已經二十 但加起來四十 有些旅行社去南美洲兩個禮拜 可能就要二十出頭 因為很遠很遠 對啊 天啊 但是這兩趟旅程 可能就這八個月再加一年 這兩趟你自己去的旅程 你有沒有哪一刻真的覺得 完了完了完了 就是完蛋了 這就是我可能沒有辦法 逃離這個難關 倒是還好欸 沒有什麼覺得 沒辦法繼續走下去的時候 所以都沒有被搶錢啊 或是差一點被怎麼樣的 我覺得是你要表現出你很窮 然後不要炫 也不是不要炫 就是你要很小心 尤其是我看到很多亞洲人 就是直接就是拿著手機這樣拍啊 然後沒有警覺性啊 然後包包又背得很 就是名牌包那種 然後我就覺得 這種感覺就是代宰羔羊啊 我也想要搶你的那種感覺 大家都想搶 對啊 超現搶 超現搶 因為國外真的是你 尤其是南美洲啊 因為他們就是 連當地人都會被搶 所以你只要拿手機 拿在手上 基本上你就是一定會被搶的那一種 所以就是你手機就是一定要藏好 那你這樣怎麼拍照 還是你是拿那種爛爛的手機 就是趕快趕快拍一拍一下 然後就收起來 等一下爛爛是Nokia嘛 等一下 沒有沒有 對不起 我說的是舊款Nokia的那種 你說鮮蓋的那種 大家不要太做自己好不好 買上Hair的 對不起 還是那種就是要洗照片出來的 塑膠的那種 傻瓜相機的那種 哇 所以這樣變說你去的這兩趟 你有哪些就是真的 很大程度的文化衝擊嗎 就是原來別人的文化長成這個樣子 跟我們的認知完全不一樣的 嗯 我覺得是 有一些習慣嗎 習慣不同 譬如說 欸你們平常會跟爸媽說早安晚安嗎 不會 不會 不太會 可能他們會傳掌被吐啦 對 因為我在南美中他們很熱情 是他們早上也會跟你講早安 然後晚上也跟你講晚安 然後那時候我因為 就是我那時候有一陣子就是常住在我 我男朋友家 然後他是有就是就是都當地人嘛 然後他們就覺得說 欸為什麼Ki早上都沒有跟我們講早安啊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欸可是我們台灣人好像平常早上也不會特地 跟家人說早安吧對不對 然後我就想說他會不會有點不爽 對 你男朋友家 你男朋友在中南美洲嗎 對 他是哥倫比亞人 哦 你是這一年認識的嗎 對 你說就是因為去那邊旅行認識的喔 對對對 可是他之前有來過台灣 所以他對台灣還算有點認識 那你們怎麼認識的 就也是才華常常認識的 哦 欸那好奇就是 呃這種異國戀 你覺得對你來說 有哪一些就是 跟台灣男生 或是亞洲男生 他會講中文嗎 現在是亞洲對個人比亞人 他會講一點點 哈哈 沒有我我沒有 就是純粹只是相處上面 有沒有哪些 你覺得很impressive 好我覺得 不好的點 心臟不好的點就是 我覺得 嗯 拉丁美中文對金錢觀 他們比較沒有什麼觀念 哦 對他們是即時享樂性 活在當下 對很活在當下即時享樂性的那一種 所以我就一開始覺得 天哪怎麼會這樣子 花錢不手軟就對了 對就是很月光族的那一種 哇 其實是他們很多人有負債 大部分人都有負債 沒有負債的人算是稀少 有存款的人根本就幾乎找不到 哦 對 幾乎找不到 OK 哇 對就是我有點訝異的一點 然後如果說是優點的話 我覺得他們就是蠻樂觀的 嗯 對對對 就是他們不會很負面 像台灣男生可能有些會比較 喜歡抱怨啊 或者說負面情緒 但是就那邊的人感覺就是 你反而是我跟他抱怨 然後他會讓你影響 讓你快樂的那一種 哇好讚哦 對啊 你有曾經這樣抱怨過 然後他怎麼開導你 你有印象嗎 他就說沒有什麼大不了 然後你知道有更多人可能很慘 然後他就會分享說很慘的經歷 所以你想一想 你覺得你這個狀況是不是還蠻好的 沒有什麼大副想法 就突然忽然開了 哦好像有道理 好凱琳 你最近如果沒有業績 你就想說還有人比你更準 對啊 還有人戰爭沒有食物 所以你是這樣人家是欸 對 這樣有點壞 OK 但你跑了那麼多國家之後 有沒有哪一個國家 是你真的覺得非常推薦的 就如果再去一次 你會去那個國家 我會蠻喜歡秘魯 為什麼 就是因為蜜魯他其實跟我們飲食習慣有點相近 因為他們以前就是很多移民 所以他們的 他們有一道很有名的菜 對我來說其實就是鐵板牛肉 但是他們就是他們自己到地的經典料理 但我覺得就是亞洲的鐵板牛肉 對 鐵板牛排那種嗎 就是切片的那種牛肉 對鐵板牛肉 然後是他們很經典的一個料理 對 然後就是口味跟我們蠻像 然後所以就是飲食習慣蠻相近 第二個就是他們 他們的景點也蠻多元 就是北邊就是一些 你可以爬一些高珊瑚 然後有一些 反正一些博物館古蹟 就是他們有些古名你可以去看 然後南部的話就是最有名馬丘比丘 對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 他們有沙漠區 然後沙漠又有一些就是外星人的圖 你可以去看 哇 就景色很多元 對對對很多元 然後秘魯排進去 對啊 可是在秘魯這麼大那麼多景色 你的交通工具也是搭便車嗎 秘魯的話 我是主要是以搭公車為 客運為主 因為很便宜 可是相對車程比較長吧 你可能要睡在上面 或是夜 對就是夜吧 或是你要整天都在車上 我做夜吧真的很辛苦 比如說 就是我們現在聽起來 我覺得他故事都很有趣 可是我覺得那個 就會覺得黏黏的是不是 不是因為很累 夜吧很累 非常非常累 就是你隔天一大早到 因為你都是坐著是不是 也不能躺 他們有分 大部分 如果是比較落後的國家 就是夜吧只有坐著 但如果比較先進的國家 他們可能有到全躺或是躺 可能160度的那一種 對對對 你可以選 但當然就是你付多一點錢 你就可以全躺 但我就沒有什麼錢 所以我基本上就 好啦 坐著可以睡就好了 哇塞 我之前在就是那個 因為我有一陣 其實去年到緬甸去 然後我也是坐夜吧 就從陽光到普甘 然後就是也是整個 我也是坐夜吧去耶 超級無敵可怕 而且重點是要上廁所的時候 就是會很辛苦 對 就是真的要憋著 然後我那時候是真的憋不住 就真的是拿寶特瓶出來解決 真的沒有辦法 就覺得很可怕 CCC不能接受 而且會有腳臭 所以有些會把鞋子脫掉 睡覺說 Sir Excuse me 那我有一個很簡單的疑問 就是如果你在 就是因為你在搭夜吧 問你要上廁所 你要背著你整大行李去廁所嗎 不然會被偷走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我的行李基本上 什麼貴重物品都不放 所以你要偷就偷啊 沒關係 那我好奇你行李到底帶什麼 我就帶一個大包包 然後跟一個小包包就這樣子 那裡面會有什麼 比如說 你會有幾套衣服 很簡陋 就是我就是可能 兩到三套冬天衣服 兩到三套夏天衣服 然後內衣褲可能四套 然後會洗牙換著穿 對我每天一定要洗 因為沒有洗就沒衣服穿 而且你也不會化妝啊 不會我什麼化妝品都不帶 那你熱水瓶那些什麼 也就是放在 牙膏牙刷就放在裡面這樣 對會有一組牙刷牙膏 那你貴重的就是錢跟護照 然後放在小包包裡面 就是錢護照 我也是放在我的外套那一袋 我連小包包都不放貴重物品 因為今天有可能被搶啊 反正我就是 除非你今天把我衣服罷光 你才搶得到我的那一種 對對對 哇 他是很專業 他好像開過旅行社的那種感覺 欸很屌欸 很強 你趕快自己去開業 你這邊 所以這是要放在外套那一袋 不能放在霹靂腰包之類的這種地方嗎 因為到時候就被 不是啊 因為霹靂腰包有 就是你如果放在那東西 它其實會有點固 但第二個就是說 你有可能會皮膚過敏 對 因為我常常時間在外面走動 然後有可能流汗 然後就會起肺疹這樣 就很不舒服 對對對 那我們just in case 也可以針對這個科學 出台just in case 你說我們要出周邊的話 你說你出國還要just in case嗎 你知道可以塞在這個外套那一袋是不是 還有女生有一個很好的用處是 我們有胸罩嘛 胸罩裡面可以塞錢 所以我會把錢塞在胸罩裡面 可是錢不是髒髒 在你那邊不是 沒有我會用那個一個夾鏈袋 避免潮濕 所以你先用夾鏈袋 等一下這個 你趕快去開旅行室 好像是要小撇步喔 我覺得你可以開一個公司 然後是專門就是 如果有然後像你一樣這樣 那個你就可以讓他們 背包客諮詢 對啊這個很屌欸 你有考慮出書嗎 我一定懶惰 而且我文筆不太好 那你中南美洲覺得 最印象深刻的旅程是什麼 旅程嗎 我想我分享的是有點危險 就是那時候 因為我剛好 我到智利的時候 那時候剛好在暴動 我不確定台灣新聞沒有暴 但是當地就是很大的暴動 然後那時候是全國就是 所有東西都談話 就是交通啊 店家全部關門的那一種 然後反正那時候就是因為 反正就是一些內部的原因 然後導致他們人民就是抗議 然後很嚴重很嚴重 然後那時候就是 就是我剛好到我的 塞巴沖的屋主家 然後他們就說 欸我們要去參加那個遊行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然後我想說欸不錯啊 就參加一下這樣子 以為是那種同志大遊行 那種很safe的那種 充滿愛與關懷的遊行 然後我就跟著去 就是那時候他寫我寫一個大字報 寫中文喔 然後我就好像寫一個什麼 自立加油之類的中文 然後就去了 然後他們的他們就是一開始 他們會拿很多的鍋碗瓢噴 然後就開始敲敲打打 他們的他們的就是抗議是這樣 敲敲打敲打 然後就會聚集越來越多的人 然後到一個時間點 譬如說晚上八點 他們就開始走動走動 然後就會走到一個大廣場 因為南美中每個城市 都有一個武器廣場 對然後他們就會在那邊集合 然後最後呢 所有的人就會情緒很高漲 因為他們就會狂喝酒啊 可能還有課藥吧 不知道 對對對 然後他們就會開始燒東西丟東西 破壞東西就超可怕 就是整個東西就被破壞掉 然後這時候警察就會來了 他就會開始噴那個水柱 然後推愛瓦斯 然後開始抓人 那時候超混亂 我整個就嚇到 好像這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我就趕快抓緊 要邀請你去的人還在嗎 他們不見了 有有有有 我的屋主也很緊張 他怕我就是可能被抓走怎麼樣 對對對 等一下到底哪個屋主 會帶人去抗議啊 但是你看起來這麼小一隻 他為什麼要叫你去啊 有事嗎 有事 不是他把他當成一天的行程嗎 對我今天沒事了 我們去暴動好了 對對對 那時候真的每天每天的 他們的行程就是去參加遊行 因為我甚至是我那時候到首度 我的屋主也說他昨天去參加遊行 所以他就拉著你趕快跑是不是 對他就拉著我趕快跑 然後狂跑 因為那時候吹瓦斯 真的是你根本就看不到 然後 而且你以後說跑這一邊 然後警察往這一邊來 然後你又跑往另一邊 不能被警察抓到 超可怕 對啊 很像在玩那個欸 電動欸 這是真實版的 這智利人日常 對啊 我昨天也有去抗議 我被吹瓦斯用到 然後我眼睛 眼睛昨天超痛的啊 然後就 我也是欸 那明天還要一起去嗎 好 我有一個朋友要來找他一起 好 好 防護禁你準備一下 好 防護禁你準備一下 防護外國人 欸這很像我們就是318學院那時候啊 然後就是可能你有國外的朋友來嗎 就說我們一起去公佔立法院 走啊 走啊 對台灣的 台灣的很溫和很溫和 對台灣的很溫和 我們很溫和 我們還在那邊靜坐 穿雨衣 然後大家不要在那邊鬧 還有歌手來唱歌 好啦 那我們最後一個問題就 你會給那些真的想要跟你一樣 走這樣子旅行的人 什麼樣子的建議 我會覺得第一個你 一定要有勇氣 因為 因為 應該說你在最後最後你要出去的那一天 你會很想要就是不要出去 就是你覺得喔台灣太舒服了 不要出去 而且你會開始有很多的朋友 我就勸說你說 喔你幹嘛出去啊 不要出去啊 我們很想你啊 或爸爸媽媽就說不要出去啊 你就 我就給你錢啊 你不要出去啦 對就機票錢我補你啦 沒關係啊 不要出去 然後你就會很想要就 就停下來了 對 但是就是你 最後那一步真的很 有點艱難 踏出去的那一步 就是踏出去 就是反正就做就對了 對 不要擠那麼多 藉口這樣 OK 再有一個小問題 就我記得那時候 你有跟我們分享一個故事 是 你在伊朗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你好像要跟他們道別 嗯 然後那個屋主嗎 還是誰說他要去當兵了 喔 對對對 遇到一個大概二十幾歲 大概小我幾歲的男生 然後那時候是 因為我要離開往下一個城市走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 欸因為那時候他剛好要去當兵 然後伊朗就是當兵其實有點危險 因為他們要被派去那個邊境 有錢的人到舒服的地方 沒錢的人就是被派到邊境 對所以很現實是 他們很多人一被派到邊境之後 就可能不會回來 就是死在邊境 對 因為戰亂嘛 然後那時候我就 我就我就說 喔我之後還想要再回來 然後那時候你會再嗎 然後他說喔我不知道欸 因為我當兵 我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平安回來 對 所以我就說 那時候我就是有可能是最後一次見到你嗎 然後就是那種感覺 就是你很難想 因為台灣當兵就跟夏令你一樣啊 對 就反正你一定會再見到他吧 對 對 他跟你講的語氣是 很沉重的哀傷還是 對很沉重的那一種 對他就真的很難想像 因為我真的覺得就是完全不同國度 然後你很難想像 原來這個國家的人就是 他們當兵真的是玩真的的那一種 對但是台灣就是完全就無法比較 對 所以就覺得很心很糾結 我覺得很酷的是就是 Kiki他去旅行是真的是旅行欸 就他真的會體驗到當地的故事跟當地的無奈 跟當地的文化 那像我們很多時候我們出去旅行 就是真的是 拍照吃吃喝喝 很膚淺的旅行 就真的到財經店啊 買紀念品啊拍照 但回來的話就是 其實假設我們都去日本好了 那我們回來講的東西可能都一樣 可是沒有人講得出他剛剛講的那些 這已經是深度旅遊 真的是深度 最深的那一種 就砸了很多時間 so deep 我有一個疑問 我自己小粉絲的疑問 聽了我覺得真的很吸引人 就是說你自己這些東西 你有把它寫成 比如說IG的文章或什麼 因為你知道大家出去玩都會拍照嘛 然後附上一些文字 那可是你因為你的不太一樣 因為你很 你還會擔心說你手就會 就是被弄走 你應該也不可能找別人幫你拍照吧 如果說我今天是跟我的沙發窗外屋主出去 可能他就會幫我拍一下 或是說我今天如果是剛好有遇到歐美客人 也是北寶客 我就說可以幫我拍個照嗎這樣子 ok 那你有把這些故事 就是你自己住在哪裡 有有有 我自己是有po在就是我的IG裡面 但是我個人的一個小IG 分享你的天地 對 你沒有開成一個部落格或粉專 我這一次去中安美 我自己有寫那個medium在上面 對我就會分享 可以分享一下 好想看喔 想看一下你的故事 可以分享給各位就是我們的聽眾朋友 對阿 我們等一下分享那個連結網址一下 可以可以 就是你去search那個KIKIKIK053014 然後加一個medium你就會找到 好 好 會把連結附在下面 對因為其實我一直大三大射 因為我一直很想去中南美洲 那原因是因為我看了那個切格瓦拉的那個 傳記嗎 傳記 他那個去古巴 要革命之前他寫的傳記 我是看了電影 對 我電影跟摩托車 然後我看了那個之後 我就下定決心說 我這一生中一定要走他的路線走一圈 然後我就還去學了西文 然後可是畢業然後工作之後 我就一直你知道就一直拖說 算了啦 之後再去啦 像去回來會不會找不到工作啊 會不會沒錢啊 勇氣勇氣 拼完我跟你講明天就去 好啦 明天就去啦 你記得你去秘魯的時候 你要參加那個遊行 你要拍照 他是智力啦 他是智力 對不起 亂聽 而且我要拍現實狀態 我這個人比較膚淺一點 沒辦法像Kiki這麼深度 你要小心 你拍完趕快你手機就沒口走 最後最後一個問題 還是你還有問題 沒有 我只是覺得很啟發 很棒 就是我那時候在你的Facebook上 有看到你有在中南美洲的時候 有參加一場婚禮 喔 對對對 那是陌生人的婚禮嗎 沒有 那時候是 也是因為我的屋主邀請我去 就不是遊行人啦 是婚禮 他就說 欸 這週末我朋友要結婚 你要不要一起來參加 真的 真的邀請你 真的 不是去暴動 對對對 然後我想說 欸 不錯啊 感覺參加婚禮就蠻特別 然後我說 欸 可是 我的衣服就是都是一些破爛衣服 沒有什麼正式的 他就說 喔 不用擔心我會借你 所以我那天就直接穿了他的衣服 去參加婚禮 對 但是因為他們 他們家是那個基督教 所以他的朋友就是基督教的那個會友 然後的婚禮 所以就比較正常一點 不像秘魯當地的婚禮 我聽說就是他們秘魯當地的人 如果是在山上的話 他們婚禮會辦至少三天 然後他們三天 三天就是一直喝酒跟跳舞 因為你知道南美人超愛跳舞 他們體力很好欸 他們真的超強 就是他們可以跳一整天 然後喝一整天都沒事的那種 哇塞 Kelly 不行欸 中南美了啦 中南美 那我要派多少Kelly才有辦法打敗這些人啊 這個你去 你可不可以去一年體力變超好 你就是超喝的嗎 沒有我覺得我會直接衰老 然後不行欸 凱之呼吸 對 使出凱之呼吸而之行 然後就說 這個太難了啦 體力怎麼那麼好啊 對啊 真的超強 欸可是這樣聽下來 我覺得Kiki也是一個非常會交朋友的人 還行還行 對啊 因為這樣子表示很多人願意幫你 然後也很多人會跟你聊天啊 邀請 因為像有時候聊不來 他們就算想幫你也覺得算了啦 不要幫好了 因為這個亞洲人讓我有點尷尬 他就可能就不想幫了 所以表示你很會聊天欸 就也還好 因為聊亞洲人就會知道 他們每次都問你一樣 就是那些問題啊 所以就喔 每次都回來差不多的問題這樣 對對對 所以簡單來說就是他人緣也超級好 對 很秀欸 那人緣好也是當業務的一個 很重要的因素 就會帶到我們下一集 那我們自己就先到這邊 然後我會把Kiki的文章連結 放在我們的資訊欄下面 大家記得去看 那我們的Podcast每週三更新 可以在KKBOX 所以我要重來 好 妳直接重來 我覺得可以總結一下 那總結是什麼 就是要去那三個地方啊 喔 對 這樣嗎 我們之後會開一個比賽啦好不好 我們四個人看誰那邊 是什麼三小國 波羅地海三小國 波羅地海那邊 波羅地海 不是波羅地海 巴爾幹半島 推薦的那個地方啊 對啊 喔 巴爾幹半島 不要美 所以有巴爾幹半島三小國是不是 然後還有 沒有嘛 就巴爾幹半島 遇到瘋子要比他們更瘋跟很鎮定 然後不要再給自己找藉口了 勇敢 Do it 這樣 好 好 世界 然後是伊朗 伊朗會請喝茶嗎 所以是波羅幹半島 不用總結 這個不動了 不要吵啦 好 要我不要吵 好 妳先解 好 那我們來總結一下上集 大家要有勇氣 要去完成自己想做的旅程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要去伊朗 波羅幹半島 我們要看誰先被請客 沒被請客的自己回來 先被請喝茶的 就 就贏了 然後沒有被請喝茶 就自己回來 就不能用公費 然後如果遇到危險要很鎮定 你不要露出緊張的樣子 因為很多男生都 不用 好 不要說男生 很多人很變態 看到你緊張慌張就更開心 對 對吧 最後一個就是大家記得去看Kiki的文章 好 那今天就到這邊 我們的Podcast每週三更新 可以在Spotify上 On KKBOX First Story上收聽到我們 然後有任何有趣的故事 都可以寫信給我們 我們的信箱是 WhereisAPIO at gmail.com IG是WhereisAPIO 就這樣囉 記得跟我們五星評價 拜拜 拜拜